我這麼做的 哈囉我是Alan 歡迎大家收看我的VLOG 首先先要感謝各位朋友 收看我上一部的波佐建燒濾杯的開箱實測 也得到很多 好朋友的 專業的建議 那非常感謝 那今天呢 我也要再來做一個 不專業的實測 今天的濾杯在這邊 這個 這個就是最近這幾年還蠻紅的 折子濾杯 就是在 這個 咖啡評比的比賽中 很多冠軍選手都會使用的 折子濾杯 這是日本Origami公司出版的 那這個濾杯是EVA在去年在東京咖啡展的時候 跟台灣的 某個 公司 就是 這間 這間公司 這間公司跟 日本的Origami有聯名款 然後有出濾杯 那有興趣的朋友的話 大家可以去上網Google一下 這間公司 那 今天呢 其實 不是要開箱這個 折子濾杯 因為 折子濾杯已經不是 剛出來的商品了啦 這已經出來一陣子了 所以很多 知名的 咖啡的 YouTuber 應該都已經開箱過一輪了啦 那既然不是做開箱 那要做什麼實測勒 其實是前一陣子 我有看一個 知名的 咖啡YouTuber 他拍的 影片 剛好在介紹 折子濾杯 然後他 底下的 有一個留言 讓我 感到很有興趣 他寫說 用 蛋糕濾紙 跟一般的錐形的濾紙 沖泡出來的咖啡啊 口感上會不一樣 這讓我覺得 蠻好奇的 這種 錐形的濾紙 我有使用過 就是 那個 折子濾杯加錐形濾紙 沖泡咖啡我有使用過 折子濾杯搭配蛋糕濾紙 沖泡出來的咖啡 我也有喝過 但是我沒有 同時 使用 同一種咖啡豆 然後沖泡出來 比較他 的差異性 有什麼 其實我沒有喝過 所以今天來想要試試看 就是 同樣的 折子濾杯 搭配 不同樣的濾紙 當然啦 有朋友看到這邊應該會說 廢話 一定會有差啊 我知道有差 可是我不曉得 差 差異性到哪裡 所以我想要來試試看 這是開禮包 這之前 買器材的時候 那個廠商送的精選咖啡豆 他也不是單一的 他就是一個 他們精選的咖啡豆 我沒喝過 也還沒開封 所以我們等一下來喝喝看 就光瓶 就是兩個濾紙都配我沒有喝過的咖啡豆喝喝看 對 這是重烘焙的 做法的話 一樣 就是 15克的咖啡豆 30毫升的水 然後悶蒸30秒 悶蒸結束後 再 把水 補滿到200 然後讓他滴漏完 這樣子漏完的話 大概會 會有大概有180毫升 被濾出來 那這樣子咖啡 的 分水比的話 大概是 1比12左右 對 就用這個方式 我們固定用這個方式 唯一的變因就是 濾紙不同 然後我們來比較看看 真的有差異性嗎 而且差在哪裡 好不好 我們來試試看吧 那我先準備 去煮個水 等一下再回來以後 我們就開始 OK GO !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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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